和尚 我看你是吃素吃呆了脑袋 我不杀猛虎 你一人在山中同为猛虎生殖 好杀之人 虽复位及人亡 亦不自安 如持戒之人 单行独游 无所为难 好大的口气 和尚 你要真无所为难 就去摸摸老虎的脑袋 如果将军不杀生 可得无所为 安乐无不 正所谓 我已无害于彼 故彼亦无害于我 亦是故无不无畏 疯 疯子 我们走 同声 要不是你来着 我今天就让这破什么将军 尝尝 行了 就这鹿儿要紧 下次再让我胖见李作恶 可就没这么容易走了 你看 安胎药的方子 已经给了管家 从夫人的脉象上看 母女都很健康 不必多虑 有劳 神医 这一胎肯定是个闺女 请将军放心 以我这三十多年的经验看 夫人这一胎肯定是个前进 那就好 那就好 将军请留步 一个月以后我再来 多谢 多谢 告达 告辞 你看见了吗 是来讨债的 看来不用咱们操劳 这因果报应已然惩罚到了王家 这鸳鸳相报 这鸳鸳相报 何时了啊 唉 这王将军杀心太重 你帮不了他 阿弥陀佛陀佛 施主 贫僧可否到府中逃完水泼 可以可以 请跟我来 施主 家中是否有喜事啊 对啊 您怎么知道 我家老爷喜得千金 今儿赏我城里的神域来看过了 确定是个千金 大师请上座 我这就去倒茶 陆叔 陆叔 你怎么在这儿 阿弥陀佛 贺喜将军喜得千金 谢了 将军 贫僧有句话必须说 既然夫人肚子里怀着令千金 将军应当戒掉杀生 放弃甜脸皮肉折额 我王某待人为烈乃是习兵之道 你一个和尚哪里懂得谋军之事 将军 这十不善业道中 杀罪罪在处 五戒中杀戒亦罪在处 若人种种修诸福德 而无不杀生戒 则无所亦 虽在富贵处生 势力豪强而无寿命 谁受此乐 诸于罪宗杀罪最重 诸功德中不杀敌 将军这是 和尚的话太过深奥 王某人听不懂 若无他事请和尚自便 将军乃是享受俸禄之人 为何杀害生命 使自己减兽减露呢 就算不为自己想 也不要让自己造下的孽缘恶果 保在子女身上 你说什么 少拿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来糊弄我 送客 我说过的吧 你也别多想了 这叫自作自受 一念转就能离苦得乐 世界人就是这样 愚痴 将军 产婆说 说什么 说 夫人快不行了 您快想想办法 好 这 这 将军 你还能不能记起那个和尚说的话 既然夫人肚子里怀着令千金 将军应当戒掉杀生 将军乃是享受俸禄之人 为何杀害生命 使自己减兽减露呢 就算不为自己想 也不要让自己造下的孽缘恶果 抱在子女身上 我觉得和尚说的有道理 将军 苍天再杀 日月为鉴 我王某从今以后不再杀生 如若再犯 有如此鉴 感觉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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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娘 什么好看哪 隔壁陈家给咱闺女送来的新衣裳 这一年都收多少衣裳了 还不是咱闺女长得俊人见人爱 闺女 来 爹爹抱 慢点 你说这孩子是怎么了 为了他 我把打猎都给借了 可他连爹都没叫过 孩子小跟你不亲 等他长大就好了 人不都说女儿是爹爹的小棉袄吗 妹妹 爹爹 妹妹 这个时候你还笑得出来 老爷 你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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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这是王爷赐的宝佩了 王爷赐的宝瓶也是物件 是物件就会坏 你们都别大惊小怪的 别吓着我的乖乖女儿 爹爹 爹爹 那些东西都是妹妹故意打碎的 您得好好管教她了 爹爹 东西都是身外物 妹妹是亲人 她这么小年纪懂什么 打碎些物件正常不过 你们别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 好 慢点慢点 别摔着 兔子 明天咱们女儿就七岁了 时间可真快 再过七年就该说嫁人的事了 看你现在把她给宠了 到时候嫁出去 我看你舍不舍的 那就不嫁 她爹养得起 这是怎么了 兔子 从东里 跑了 别哭别哭 爹爹给你抓几只回来 好吗 爹爹真好 走 将军 将军您等一下 什么事 将军 您这 您可别忘了当年夫人生小姐的时候 您起的事 放心吧鲁叔 就去抓些活的回来 走 将军 您可别再造杀业 爹又一直活的 嗯 差不多了咱们回家 进 把活物都给妹妹带去 将军将军出大事了 爹 附近三四条街都找遍了 没人看见妹妹 嗯 兔子从洞里 跑了 你们赶紧带人去郊外 仔细查询 你妹妹多半跑出去找小动物了 快 是 大哥 咱们出城有三十多里的力量 这么少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金山就这一条路 妹妹如果 好 你们都别动 妹妹 来 跟哥哥回家 快追 分两路包抄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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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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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大夫来了 大夫 别着急 我先看看 到底怎么了 令千金神情紊乱 像是中了邪 这病情是非我所能及呀 陆叔 差人去各个城门 贴出告示 是 干什么的 救人 请问 什么都别问 救人可以 但我要 笔墨指研 我这方子 需用蛇狼 魂 蛇蜊 黄鼠刺猬 黄鼠狼狐狸 这八种动物的鲜血为药引 要是找不到 那可不好说了 如果找到呢 其次回生 将军 这八种动物都能通灵 万万不可伤害 通灵才能救人哪 将军 陆叔 你就别说了 来人 就算把这座山踏平挖空 也要找到八大地先 是 是 走 走 阿弥陀佛 臭和尚 别挡道 将军 行十善防火人参 善根禁锢 王师善道 让开 正所谓 有慈悲者明一切知 始终为何执迷不悟 伤害圣灵 淤疾于他 均无异 这个月 这是这凌亟 这是这这这这怎么回事 这九岩 你别救我 将军 请求大师 救救我的女儿 将军 那个术氏不见了 你别管他了 大师 这边请 大师 这到底是何病因啊 小孩没病 是夜里牵引的因果 她的前一世 你杀害她 她成为你的冤家 恶因缘尽 这一世成为亲人女儿 却是来讨债的 请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 夫人请起 大师 你说我种下恶缘 可为什么儿子们没事 有恩有怨 怨亲不定 今世是怨 后世成亲 她难道不是我的女儿 是你的女儿 我愿用我的命 来换女儿的命 将军 命是换不了的 善恶诸法是苦乐因缘 业力不亡善恶必报 我种下的恶因 我来吃着恶果 施主打算一命换一命 但却不是真相 用贪着无欲之爱的恶鬼爱 是不能化解这一段溺然的 只能用法爱 即使怜悯众生 使人也善法爱护众生 由此使人消除恶法 最终得到解脱的证音 请大师指点迷津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 其存亡费力 无不是因果法则的体现 要解脱 须得以慈悲心化愿 一念慈悲恒生善心 此时真解脱 修悲得解脱 我王某从今往后 受持五戒 修识善 誓不杀生 跟我诵读 如是我闻 亦是佛在舍未果 如是我闻 亦是佛在舍未果 王将军因杀生 招致冤家脱身女儿 女儿讨债之后 如轮回道 至此 王将军一家 潜心持戒念佛 修悉杀生 或使主功德 一者 与诸仲生 得无所谓 二者 与诸仲生 得大慈心 三者 断恶习气 四者 少诸病老 为事决断 五者 得寿命长 六者 为非人护持 七者 妩媚安闻 无诸恶梦 八者 无诸怨愁 九者 不畏恶道 十者 生坏命 终得 生善道 在我年轻的时候 亲眼看见了 因为贪欲而受到惩罚的故事 当时周五帝在北周境内灭佛 然后率兵消灭东边的北齐 偶一北方后 立刻着手在北齐境内推行灭佛 尽而周五帝将目光投向塞北江南 准备花一两年时间凭突厥定江南 是行天下一途 可就在出征讨伐突厥的路上 陛下 我们的位置在这儿 陛下小心 别伤着自己 朕 凭了突厥 然后 再定江南 到时候这天下就是朕的了 陛下御驾亲征 定当是马道成功 这些个突厥人不知陛下天威 胆敢阻挡天子之师 必败无疑 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你懂事 谢陛下 朕听说朝中还有些大臣 对朕有所不满 那些个不懂事的奴才 妄断圣毅 说什么陛下不应该灭佛 他们哪里知道 朕灭北齐以后 从寺院赶出僧尼两百万人 加上原北周境内的灭佛成果 朕一共让三百万僧尼 便成为国家重粮纳贡的平民百姓 没有这个拿什么打仗 朕又凭什么一统天下 陛下息怒 陛下没必要跟那些个蜀木匆光的奴才生起 那些人呢 回陛下话 臣都已经解决了 行了 朕饿了 传拔虎 是陛下 还有鸡蛋吗 陛下先吃点别的 鸡蛋马上来 对 刚才可是满满的一盘啊 八虎 你伺候陛下多少年了 这点规矩都不明白 陛下喜欢吃鸡蛋 你就多背着血 可是鸡蛋吃多了也不好啊 还敢顶嘴 快去准备 是 这是哪儿 来人哪 护驾 若王者共争无量国土 互相攻伐 互相打负 若杀 若害 假种种苦 一切皆由欲因缘故 视为欲共 谁 谁在说话 放下你的贪念 放下战争 你的心静了 自然可以看见我 哼 不打仗如何一统天下 朕如何做到王天下 只要用一颗利益众生的心去做 即可一统天下 何须大动干戈引发战争呢 你要知道 因贪利固 法持兵杖 引弓碾 入军战斗 兴四步兵 向马车 赴重兵共斗 始据罗网 阴欲自萨 出来 少跟我玩这些把戏 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 你用手中王权来灭我佛法 乃邪恶之人 邪恶之人将来不分贵贱 都要下阿比地狱 你难道不怕 但令百姓得乐 朕已不辞地狱诸恐 你令天下苍生处于战争之中 百姓何来之乐 少来这套 去 在出征讨伐突厥的路上 周五帝莫名其妙地伸染重疾 继而疑病不起 回到洛阳后 当天死去 隋文帝阳间建立隋朝 拔虎继续在宫中做御厨奸善 妻巧的事就在隋朝开黄年间 好了 爹爹要进宫去了 回来再给你讲故事 天凉起来了 你可别着凉 知道了 我 他爹 他爹 快来人哪 这家怎么了 这么重的怨气 你看 那个不是平常所命 带人下地狱的阴司吗 怪了 按理说 这等大事 他们阴司不应该弄错 这个拔虎平生并未作恶 不应该这么早就把他带走 那咱们问问去 他们阴司办事 我们去插手 都有不便 我看看去 阿弥陀佛 贫僧路过此处 听闻施主哭泣 可谓何事 大师 我丈夫他突然就 带贫僧看看 心口尚有余温 贫僧劝你们 不必急着下葬 再等等 可是 他能听你的吗 会的 这事多少有点蹊跷 我看哪 还是得择日择食下葬为好 舅舅 这不明不白的 孩子 你就听我一句吧 这人死不能复生 难不成你还等着他活过来 没事 没事 我总觉得 你 你 你可把人给吓死了 你干嘛去了你 快快 准备车马 我要去见皇上 为周五弟传话 这事儿挺奇怪 那咱们就看看去 啊 陛下 臣要传话 听说你死了 这死而复生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陛下